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重枪遇害的新闻 很快就带出另一则看似相关 却其实没有太多关联的新闻 于此现场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女保镖石田蒙美 谁是石田蒙美 为什么焦点是石田蒙美 她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根据报道 石田蒙美分别是日本两任首相 野田佳彦和安倍晋三的贴身保镖 精通日本柔道 剑道 空手道 经过非常严苛的保镖特训 才能乌碗中选一 特别是要担任政治人物的保镖 更是对体能和毅力都丝毫不能妥协 而外形美丽亮眼的石田蒙美 恰恰是多了一般保镖少有的清秀特质 难怪会引起媒体的关注 石田蒙美有日本第一美女保镖的称号 传说中她只需要0.2秒就能拔枪回击 网络上种种关于石田蒙美的传闻 难免夸大了许多 看多了好莱坞电影的人都知道 贴身保镖在电影中会塑造成 正直勇敢机敏的形象 他们随时都会用自己的身体挡住 射向国家元首的子弹 而且分秒不差 慢动作完成 但在现实生活中 要随时保持着高强警戒的状态 在必要时做出迅雷不及掩耳的保护动作 是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紧密的配合的 以美国来说 负责总统为安工作的特勤局共有6500名雇员 其中包括了3000多名特工 1000多名制服警卫 1700名技术和行政人员 不要忘记 回顾美国这46任总统当中 曾经有9人遭到暗杀 其中4人死亡 可见总统保镖不是做做样子而已 其实对保镖来说 没有事发生才是好事 美国特勤局在招保镖的时候 开出的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的苛刻 申请者必须是美国公民 家世清白身体强壮 视力良好 年龄在21到37岁之间 有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 此外美国总统的保镖绝对是靠脑子 靠高科技吃饭的 当总统保镖 智力要在常人之上 1988年出生 今年34岁的石田蒙美 生长在日本一个保镖世家 他和父亲祖父三人都是特警 石田蒙美跟所有特警一样 必须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工作 因为在工作中 他们的身上都要戴上沉重的手枪 通话装置等高科技设备 西装自然就要大的不合身 贴身保镖的价值 就是在必要时能将保护对象扑倒在地 毫不犹豫地完成使命 当安倍晋三被第二枪击倒 伤重不治时 对石田蒙美来说 应该会是永远的遗憾了